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走势 全国昨天新增121宗新冠死亡病例 其中28宗是宋院前死亡病例 随着国内连续5天的死亡病例呈下降趋势 过去7天的日均死亡病例 也从前一天的89宗下降至83宗 根据卫生部网站COVID Now 疫情最严峻的沙拉越 依然是单日死亡病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新增数字也从前一天的40宗 降至25宗 如佛和沙巴则各有17宗死亡病例 国内大部分地区昨天录得至少1宗新死亡病例 只有马六甲 森北兰 纳敏和布城 没有人染疫身亡 目前五国有26456人死于新冠肺炎